我们在华山之间为您现场直播 这场百年不遇的精彩对决 玄元明 飞战 蜀山剑派 究竟是九福盛名的蜀山派极高一筹 还是对即风透无霜的薛元明齐开得胜 让我们尽情期待吧 竟然有记者前来直播 这次比动 岂不是被全世界都知道了 那是当然啊 这种难得的机会 电视台不可能错过的 快看 直播 玄元老师这场绝对有直播 哦 好家伙 仗势这么大呀 快快 给我也看一眼 有意思 人类开始直播修炼者之间的比斗了 大 大太子 就 就是他 什么就是他 一惊一乍的 大太子 就是他杀了三太子 你没看错 就凭这个人类小子 能对付得了三太子 绝对不会错 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大太子 出兵吧 给三太子和死去的水族兄弟们报仇啊 不急 先看看他能不能在蜀山手里活下来吧 小子 小子 此次我特意带了属身十八剑之一的猪鞋剑 就让这把剑扫你上路 这次减人全球之路 很好 希望有些故人看到你 也免去拢挨戈去找的麻烦 小子 我在和你说话 你没听见吗 出手吧 用你最强的攻击 可怕的剑气 这就是十八剑之一的猪鞋剑吗 恐怕轩人鸣一招都挡不下 不愧是如此箭矩的精品 什么 竟然如此轻易就碰了猪鞋剑的剑气 看来这小子当真有点邪门 虽然是雕虫小技 但还算有些本事 看看你后面还有什么花招 接下来 真正的杀招了 这到底是猪鞋还是杰剑 好可怕的气息 下次我成为杰伙伴 享受极致的快乐日盒 可等成为绝世高峰 玄源老师不会有事吧 这架势看着凶多吉少啊 放心吧 不会有事 我相信玄源哥哥 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对手 最后胜利的一定是玄源哥哥 鼠山怕还是有点本事 看来不用我们出马了 这小子此次必死无疑 只是让他死得太便宜了 这便是雌剑最强的一招 你的灵魂会被吞噬带剑 沦为此剑的养料 说的这么热闹 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招式 你竟然保持着神智清醒 可以说话 确实有些本事 不过 结果早已注定 算了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只有一事 就驱散了全部的驱魔剑气 树山派的驱魔剑气 向来功务不可 千年以来从未失守 怎么可能 进来 我看你是疯了吗 召唤我手中的剑 什么 我的剑怎么会 他才能脱离控制 去那小子那里 可恶 给我停下 不要动 我才是你真正的主人 怎么回事 他能调动驻邪剑 可恶 小子 还我驻邪剑 你想要 给你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陈兴凯手持猪邪剑 竟然被杀了 无用的废物 竟然连一个无名小子 都杀不掉 胜了 胜了 薛阳老师太厉害了 薛阳老师赢了 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能靠体内蒸气 调动鼠山派的猪邪剑 驱动神剑反噬其处 此次不可久留 陈庆 长老放心 陈庆明白 现在你有资格让我出手 先把剑还我薛阳 想要 陪你 什么 你 你找死 什么 我竟然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 就算薛阳派的元老人 也无人能达到这种程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万万没想到 薛阳剑派连上两位勾手 竟然都不是薛阳明的对手 你叫轩原明是吧 该让你见识见识 鼠山派的真本事了 嗯 厨艳 我 我这是在哪里 我这是在哪里 我没有想到 我不是想到 这里 我能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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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我能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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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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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